訓詢 -那時導演就叫我O-O一次 -你可愛 дев的了 -可愛ü咖咖咖咖咽 大家晚安 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黑咖咖的完整組隊分析 這邊先補充一件事 当初在简秘中我有提到 不管是光黑家家还是水黑家家 都没有很推荐入队 然而 光黑家家的竞争对手只有轰焦洞 在里面有完整强度轰焦洞的前提下 光黑家家其实没什么竞争对手 最短CD4的三回无法行动 坦白说 这个技能的覆盖率高得很不科学 然而 我觉得黑家家这个队伍 并没有很需要这么夸张的防御型技能 黑家家这个队伍的死血与虚血都够高 还自带能无视回复归零的回血能力 以队伍规格来说 这队伍本来就不太会需要无法行动 真的要无法行动的话 就算没有红焦洞这张卡 也有不少附加价值更高的选择 而且无法行动是控制技能 敌机有无法控制的时候就无能了 真的要防御型技能的话 我更偏好吸收回避这种更犯用的选项 因此我在组队的时候 会预设队伍没有光黑家家与水黑家家 在讲组队之前 先简单复习一下黑家家的队伍特性 队长既鼓励组多种族 但只要三种族就能满倍率 因此这队伍不适合组权人 队伍既绑定双队长 在这个前提下 队长既提供的回血能力就能叠加 每回合能回20万的血量 且这个回血能力能无视回复归零 队伍既会让暗星首销一销 每回合还会自展暗珠与新珠各三例 队伍没有内建燃烧抗性 只有黏斧抗性 随光暗星护迁100% 因此不适合让火属于暮鼠的吉桑角入队 三种黑家家的CD用就减二 他们还有额外的两倍功且输出无视反手脚盾 队伍内建无视冰独队的能力 而且对象是全队 消除武力以上的暗珠时 全队CD减一 消除武力以上的新珠时 还有30%的减仓效果 在队伍有三种族以上的前提下 队长既的血量倍率给到三倍 双队长就能提供9倍的血量倍率 队伍的实且基本上会在20万以上 在有触发减仓的前提下 虚血更能称到30万以上 队伍的平坎坡落在200亿左右 以现在环境来说不算特别高 因此会需要常驻增伤或是跨回合增伤去充输出 队伍没有内建燃烧抗性 因此会需要靠定板或防烧技能去处理燃烧 其中最特别的选项操控交动 因为它的羁绊气可以无视燃烧 队伍内建暗星手效益效果 直观上去响的话 换到暗或星的反手削盾 或是追击零化的时候会比较难处理 但双队长黑++的伤害能无视反手削盾 双队长黑++的主动器也能处理板面上的阻值 并提供最大135倍的几张 碰到暗的追击零化就把暗珠处理掉 碰到星的追击零化就把星珠处理掉 因此队伍的适应力是很强的 很多问题都能靠双队长黑++的主动器去处理 此外 黑++队伍的技能轮转速度极快 毕竟消除武力以上的暗珠 就能让全队CD减一 因此可以理解成全队CD减半 CD7的卡会变成最短CD4 CD6的卡会变成最短CD3 因此很多主动器的用法会跟以往不太一样 跨回合增双的覆盖率会变得非常高 几乎可以取代长柱伸双的程度 在理解队伍特性之后 再来看到推荐的队员 首先是增双的选择 以长柱增双来说主要有两种选项 第一种选项是 靠长柱集双或是合体角色 这种集双倍率很高的角色 作为长柱增双的选项 以长柱集双来说 不管是米卡莎还是仙女座都不错 这两个角色都能追打无俗性伤害 仙女座更能追打无俗性伤害 但以集双倍率来说 仙女座会比米卡莎高不少 米卡莎点了不少能力去辅助面去 毕竟她还有路径转强于自身无视攻险盾的效果 加5C的能力也不是假的 不像仙女座几乎全点输出 不过仙女座的关闭效果我觉得好很多 毕竟她会转出无俗即兴的强化珠 虽然说没有固定位置 但可以保证盘面不缺珠 可以拿来处理恩属盾或连接向人盾 然而 这两个角色也有共同的问题 就是追打无俗性输出的条件 他们两张卡都要求消除对应属性的珠 才能追打该属性的伤害 因此如果开黑加加主动器 去处理盘面上的珠子的话 假设我把盘面上的火珠与木珠处理掉 那么这两张卡就不会追打火珠与木珠伤害 进而让集伤效益变低 因此在使用伤害比较注意 如果想靠他们去打出特定属性伤害的话 记得要消除对应属性的珠子 以合体角色来说 水暗不死合体或是奥米加兽都很棒 合体角色的攻击力机质非常高 武装龙克在计算伤害的时候更会跌成 因此就算不开任何技能 他们打出来的伤害也会比其他角色高上不少 水暗不死合体都能靠饥饿去处理碎裂 而且饥饿也能提供很高的增长效益 这两个角色的记忆 也都是效益很高的跨核的增长 但水不死合体的记忆比较不泛用 基本上就是拿来处理克除外无效 或是水外无效这种情况而已 以泛用度来说暗不死的记忆会好很多 这记忆能处理很多肮脏的东西 同时也能提供队伍缺少的燃烧抗性 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偏好暗不死合体 而且水暗不死合体都可以进场跳 而黑++这个队伍 刚好没有内建进场减CD的效果 因此这会是一个处理开场高压的好手段 奥米加兽也是个不错的选项 记忆让自称无视拼独顿的效果 虽然说会被浪费 但直伤与抗分的效果都很重要 既而也能修饰盘面并处理暴风 奥米加兽这个选项还蛮特别的 但以技能组来说我觉得不如水暗不死合体 不仅不能进场跳 记忆无视拼独顿的效果还会被浪费 更不像暗不死合体还能提供燃烧抗性 要拿直伤缩存的话 暗不死记忆其实也是直伤 听起来奥米加兽有够可怜 但我觉得他的卖点反而是防御面 非常多 黑加加队伍的扛伤能力已经很优秀了 让奥米加兽入队的话 队伍的死血能提升到30万以上 而且他在合体时还有附加消除 以及两回吸收伤害的效果 还能还原旁边并让全版转为神株枪化竹 关卡刚好有队道的话 这个合体效果能一次解决不少问题 最后再补充一件事情 不管是水暗不死合体还是奥米加兽 都有针对特定种族猎杀的队伍技 以水不死合体来说 他的输出对龙类与机械 会有额外的3倍增伤 以暗不死合体来说 他的输出对人类与机械 会有额外的3倍增伤 以奥米加兽来说 他的输出对魔族以外的种族 有额外的2倍增伤 且对魔族有额外的3倍增伤 因此如果拿猪雀的关卡测试伤害的话 因为关卡大多数敌人都是机械 水暗不死打出来的伤害会特别浮夸 但我可以跟你说 那些数字会是假的 基本上这3种合体 在不考虑特定种族猎杀的前提下 都能让队伍的评价提升到500亿左右 不过这会跟武装人可以有很大的关系 水暗不死合体建议用杜森盒配合邀请函 这样子不仅能提供非常充足的转速秒数 更能提供最大2.7倍的层数倍率 还能让不死合体的伤害无视腐化滴击 没有邀请函的人可以把邀请函改成骷髅武装 这样子常驻倍率会高一点 但开技时吃不到额外的被攻 且合体角的血量机质会变低一点点 陆生盒唯一的缺点就是 增伤条件的要求比较高 自身1.5倍功的效果要求消除5种以上的珠子 在K黑++主动的那回合 极有可能无法满足条件 然而黑++主动器也是高效率机伤 也能让旁边的攻击度变多 因此整体的输出是差不多的 就算没得触发杜生盒的1.8倍 也不太可能因此打不死敌人 更别说合体不止的双技能 都是效益超过1.8倍的增伤 真的怕打不死敌人的话 补开合体技衣或是合体技術 就绝对不用担心 奥米加兽的武装建议用双生盒配合邀请函 这样子能提供最大2.25倍的常驻倍率 且条件极为宽松 黑++队伍不会自斩兽足处与熔足处 因此不管是战斗棒武兽还是钢铁加鲁鲁 都不推荐装自己的专属武装 因为这样子会有1.5倍被浪费 在这个前提下 改用邀请还会更好 毕竟常驻的1.5倍几乎是无条件触发 在开机时还能多送你1.5倍 再来看到常驻增伤的第二种选项 就是靠水火屋这种给全队倍率的常驻增伤 水屋的灵回效果可以处理逆回 回复力机值4倍加到攻击力的效果 对黑++来说直约2.2倍增伤 而且黑++队长刚好是人类 因此能吃到水屋给的2个效果 队长与水屋会有额外的1.5倍攻 且队长与水屋的输出能无视攻险盾 关闭效果在黑++队伍没什么存在感 毕竟队伍自带无视回复规定的回血能力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使用的时候几乎能无视水屋的副作用 除非队伍血量超过20万太多 火屋这个选项比较特别 常驻倍率是2.2倍 跟水屋差不多 但不像水屋会挑种族 以常驻效果来说 火屋比水屋难用不少 毕竟火珠掉落率提升的效果 反而会让旁边的攻击株变少 倍损伤1.5倍的副作用影响也不小 不像水屋临回的副作用几乎能无视 更别说临回还能反过来处理逆回 跟水屋一样 都有给人类队长与自身的额外1.5倍 但无视的盾变回无数盾 火屋的卖点主要是关闭时 人类减CD的效果 虽然说条件要求手效全火 但这条件配合定版就能保证触发 火屋主要会剪的对象是亚瑟与轰胶洞 这两张卡的技能组都非常适合黑++这个队伍 亚瑟的实用性不用我多说 这边特别讲一下轰胶洞的张卡 在简秘中有提过但没有细讲 首先 火屋有一条队伍技是 发动自身角色珠石能无视燃烧 然而条件却要求全队都是人类 恰好跟黑++对两季的条件冲突 在这个前提下 火屋就无法升任提供队伍燃烧矿性这个任务 同样要求角色珠奇手 轰胶洞的羁绊技却能直接无视燃烧 并不要求全队都是人类 而且轰胶洞的主动技也很适合黑++这个队伍 这套CD8有两个效果可以选 效果一能冻结敌人两回合 并将敌人转回水属性且无法行动 还能在两回合内 让左半旁边的首批落珠变成水珠 并让水属与人类成员有2.5倍的增伤 最后再送你两回合无视燃烧的效果 将水珠与新珠转为人珠强化珠的效果就当送的 水珠对于黑++这个队长来说也是攻击珠 把落珠效果也考虑进来的话 这招的增伤效益会在4倍以上 考虑队伍技的加速效果的话 这主动技会变成CD4 然后它可以让敌人无法行动两回合 还能提供4倍以上的增伤 就算没开主动技 也能靠羁绊技提供队伍缺少燃烧抗性 更别说冻结效果 还能处理冻结外10%这种敌技 这主动技在使用的时候会以效果一为主 效果二的存在感会比较低 毕竟火珠不是攻击珠 整体提供的增伤效率会在3倍以下 不过处理冻结珠的效果还算不错 点难也不是假的 虽然效果二的使用频率会比较低 但还是有它的价值 只能说黑++的魅力真的不简单 轰胶洞本来跑去帕迪阿地区当骇客了 还养了一堆伊布 一听到黑++便带领人直接冲回来 但他好像忘了把伊布们也一起带过来 最后再补充一件事 真的要冲输出的话其实也未必要常数增伤 毕竟队伍技能轮转速是极快 靠天女兽这种跨回合增上也是个方法 不过天女兽记忆会把暗珠给转掉 在使用的时候记得黑++主张机弄出暗珠 否则会无法触发队伍技的加速效果 最后再看到辅助面的成员 以队伍规格来说 这队不管是扛伤能力还是队魔能力都非常强大 因此对于防御型技能的需求是非常低的 真的要扛伤的话 达格也会是个不错的选项 这家伙跟水雾一样 最近半年的通告特别多 而且达格在这队还不怕卡种中 基本上这边介绍的队员都是加分用的 以通关来说不会那么必要 但能克服很多琐碎的运气成分 首先是灵敏与敌院 他们两个队员价值都超级高 黑++队伍没有进场前CT 而这两张卡都能进场跳 灵敏的定板可以处理很多东西 还能处理自暴与灼热 再送你全队2.5倍攻回的效果 因为能让全队无视连击相反盾 还有指定连击反应与追击零化 在送你执伤与刀伤状态的能力 在敌人没有无法控制的前提下 刀伤状态能被视为4倍增伤 且这个增伤能配合执伤或是再爆发 让伤害也跟着变4倍 这两张卡储存1匹的条件都要求消除4组组织 且一回合最多储存2.1匹 然而黑++队伍有内建暗星守效率效果 因此每回合消除的主数会是很高的 消除8组这件事情 对黑++这个队长来说非常简单 对于这两个队员来说 它们每回合都能储存2.1匹 在这个前提下 它们两张卡的技能轮转会非常快 更别说它们两个都不是人类 因此在组队上要更自由 再来是妮可 记忆盘面两回合的效果真的超好用 而且在这段会变成最长CP4 配合灵密、亚瑟或是月亮这种定板角的话 靠两张卡就能在4回合内有3个定板了 更别说妮可跟屡灵霜一样 都是红星石天选自己就有收入的卡 因此就取得难度来说非常的亲民 当然缝魔也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择 只是缺这张卡的玩家真的太多了 最后是殷奇都 这下我以前没什么存在感 前阵子因为灵密稍微获得了一点关注 现在又因为黑++被救起来 殷奇都主动机体接触队上是全队 全尖案100%的效果 对于暗属性成员来说直约2.5倍增伤 数字会比较高是因为 火珠与木珠对暗属性成员来说都不是攻击珠 因此兼具暗珠的效率会再高一些 黑++队伍能用的接触卡不少 但好用的不多 殷奇都我觉得是其中最好用的选择 毕竟头尾黑++主动机是高效率疾伤 暗不死合体也是很优秀的队员 配合暗属性成员去做输出的话 殷奇都主动机提供的兼具会很有存在感 超瘦魔神也可以考虑 但要注意他的解锁效果 只能解队伍一部分的成员 以解锁角来说 思路亦也是一个很优秀的选择 虽然说他解锁的队像只有人类 但他的附加价值真的很高 能解休眠 无法行动 还能让自身最大无数 平常我都靠亢奋去处理休眠 但对于黑++这个暗属性人类来说 能让他亢奋的角色真的不多 不像神主有异变机是这个非常优秀的队员 也不像月亮自带亢奋 莎夏固然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安琪铁姐也不错 其他角色的功能我觉得都太单一 最后再提起一件事情 暗星首效一销这个特性 真的要说缺点的话 就是暗属性成员无法加速 毕竟加速基盘的条件是 发动该角色的角色珠 且首效无角色珠 当然暗属性成员的角色珠 会被视为暗珠 因此肯定会被首效到 在这个前提下 瞬这个队员的使用程度会降低一些 毕竟他的加速基盤 会直接被视为无效 变身后一回合最多只能储存1.1匹 队伍技加速竟然轮转的效果也吃不到 不像以前可以随便开 以现在游戏师判来说 不因为加速基盤 而影响使用程度的暗属性队员 主要就是都雷托跟瞬这两张 未来如果有更多 依赖加速基盤的暗属性成员 在入队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整体来说黑加加这个队长 只有婆鼠与木鼠的提伤角不适合入队而已 其他定位的角色几乎都很欢迎 以我个人来说 增三的选择我会优先考虑暗不成合体 因为他的技能组真的太适合黑加加这个队伍了 而且暗不成合体刚好是暗属 因此如果要靠黑加加去解全案成就的话 习惯这个组合的人就不用做出任何调整 妮可常配合的定版主要会是灵密、亚瑟与月亮这三张卡 刚刚我有提到跨回的阵仗这件事 其实月亮也是个非常优秀的跨回的阵仗 单开月亮的饥饿就能打破千亿 这个转法可以手效8C 还可以顺便加速月亮 毕竟月亮储存1P的条件跟灵密一愿相同 消8组以上的话一回可以储存2.1P 更别说他还自带加速羁绊 因此他一回最多能储存3.1P 在这个前提下 就算月亮变身后 吃不到队伍技加速技能轮转的效果 他的技能轮转速度依然非常快 更别说他技衣的弱珠 对于黑加加来说也是全版攻击珠 知道不仅能加康 还能有很高的增长效益 阿慧被我称为疯女人是有原因的啦 因为他的技能组 会让我觉得这些游戏公司真的疯了 我到现在还是不懂 为什么一张合作大检的规格可以抢到这种程度 然后他真的很吵 以上就是我对黑加加组队的想法 下部影片的主题会是 一变八蜂王简兵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 掰掰